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 在NFL的激烈赛事中 绿湾包装公队的四分位乔丹 拉夫重返赛场 但却遭遇明尼苏达维京人队的猛烈挑战 最终以31比29落败 让球迷们失望不已 而拉夫的表现也引发了对他未来的质疑 尤其是在他刚签下高额合约后 这场比赛的失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接着 我们将目光转向好莱坞的情感风波 安吉丽娜 朱莉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法律斗争终于落幕 朱莉撤回了针对布拉德 皮特2016年飞机事件的诉讼 但这段纠葛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令人唏嘘的故事和家庭的痛苦 两位曾经的恩爱夫妻 如今却在孩子的抚养权和财产问题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体育和娱乐的新闻 他们反映了人生的挑战与困境 在这些高压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关注并思考背后的情感与人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拉夫的回归 包装工队对维京人的关键对决 在2024年9月29日 绿湾包装工队的主场拉姆博球场 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 四分为乔丹 拉夫 Jordan Love的回归 无疑是包装工队球迷 期待已久的时刻 然而 这场对阵明尼苏达维京人的比赛 并未如预期般顺利 最终以31比29的比分告终 包装工队遗憾落败 拉夫在比赛开始阶段的表现并不理想 第一节 他的传球被维京人的外线魏卡姆 格鲁吉尔·希尔·卡姆·郭吉尔·Hill 拦截 维京人迅速转化为46码的触地得分 一开始 包装工队就落后21比0 让球迷们大失所望 第二节末段 拉夫的一次高传球被紧端卢克 穆斯格雷夫·Loke Mosgrave·洛杰 再次被维京人的沙克 格里芬·Shaq Griffin截获 让维京人再度扩大领先优势 比分达到28比0 上半场截止 包装工队才在一次失误的开球中 获得进攻机会 并在三马线上成功得分 这一触地得分 让他们在下半场 带着一丝希望重新出发 进入下半场后 包装工队的表现有所回暖 第四节将比分追至28比22 然而 维京人随即以一个任意球回应 将领先优势 扩大至两个打阵 比赛最后6分钟 维京人的爵位败伦 莫菲·巴伦·Murphy Jr 再次拦截拉夫的传球 这次失误 几乎宣告了包装工队的失败 拉夫这场比赛 共投出了三次拦截 对于她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场比赛的失利 让她的表现受到质疑 尤其是在休赛期 签下4年2.2亿美元的合约之后 朱莉撤回诉讼 与皮特的法律纠纷告一段落 在另一边 安吉丽娜 朱莉·安吉丽娜·罗利 也在2024年9月29日这一天 结束了与美国司法部的法律斗争 撤回了她对该机构的诉讼 这场诉讼 源于她对2016年一次跨大西洋航班上 与前夫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之间的 争执的调查请求 朱莉在文件中表示 她在9月25日申请撤回诉讼 并要求各方自行承担费用 次日法官签署了该命令 朱莉早在2022年4月 就以检多Jane Doe的身份 对FBI提起诉讼 几乎是在该局启动 对2016年事件的调查6年后 事件发生在 从法国飞往洛杉矶的私人飞机上 涉及朱莉、皮特及他们的孩子们 调查在两个月后结束 未对皮特提出任何指控 朱莉在几天后申请离婚 根据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文件 朱莉在诉讼中引用信息自由法 请求获取与调查相关的信息 目的是保护家庭法系统中的孩子们 她声称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所隐瞒的信息 包含了伤害的证据 并且拒绝提供这些信息 继续妨碍她为孩子们 获得必要的持续护理和医疗关注的努力 并进一步伤害了家庭法系统中的孩子们 2016年的争执中 皮特被指控掐住了一个孩子的脖子 并打了另一个孩子的脸 还抓住朱莉的头并摇晃她 她甚至向朱莉和他们的六个孩子 托洒啤酒和红酒 根据法庭文件 一些孩子恳求皮特停止 他们都感到害怕 许多人在哭泣 尽管朱莉在2016年申请离婚 并在2019年 法官宣布两人法律上单身 但这对前夫妇仍未能解决一些 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 2021年 皮特获得了对他们孩子的55式监护权 但朱莉对此判决提出了异议 目前尚不清楚 两人在孩子监护权方面的立场 此外 朱莉和皮特 还在2008年共同购买的法国酒庄 米拉瓦尔城堡 Shuttle Miravo 上陷入了法律争斗 朱莉在2021年 试图将她的公司Novo 出售给斯多利集团的子公司 Tenuta del Mondo 实际上 转让了她在米拉瓦尔的50%所有权 皮特对此交易提出了抗议 声称此举违反了两人之间的合同 朱莉的公司指控皮特 自她2016年首次申请离婚以来 一直在策划一场报复性运动 试图掠夺这一盈利业务 Novo 指控皮特 劫持了米拉瓦尔 并浪费公司的资产 在不必要的装修项目上 包括在游泳池装修上 花费了100万美元 期待 包装工队与维京人的未来展望 在9月29日这一天 包装工队的比赛结束后 球迷们无一感到失望 但也看到了团队的一丝潜力和希望 乔丹 拉夫虽然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投出了三次拦截 但他的回归 给球队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包装工队目前的战绩 降至二胜二负 这场比赛的失利 让他们在NFC北区的竞争中 陷入了烈势 维京人在四分位萨姆 达诺德 Sam Donald的带领下 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目前以四胜零负的佳绩在NFC北区中 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的强势开局 无疑是本赛季NFL的一大惊喜 本周日的比赛将在绿湾的主场进行 包装工队需要迅速调整状态 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球迷们期待着拉夫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重新找回状态 带领球队走向胜利 随着赛季的进行 NFC北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 这一周末对于包装工队和围京人 以及他们的球迷们来说 无疑是令人难忘的 拉夫的回归和朱莉的撤诉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不同领域中 人们的坚韧和追求 希望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和故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球迷朋友 虽然包装工队在这场比赛中 未能战胜为惊人 但让我们先来看看乔丹拉夫的数据 他上赛季总共传球4159码 达阵32次 这可是令人惊艳的成绩啊 你看 即便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四分位 也会有状态不佳的时候 这场比赛只是他回归之后的第一场 难免会有些生疏 但别忘了 他可是提前回归的 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 楚天书 你这是在给拉夫找借口吗 人家可是拿了4年2.2亿美元的合约呢 这可是顶级四分位的价码啊 但你看看他的表现 三次拦截 还有那个让人瞠目结舌的28横线0的上半场比分 这叫人怎么不失望 维京人可是早早就把比赛打抵一边道 这样的表现怎么配得上那份天价合约 还有那个高传球失误 真是让人无语 显然他还没准备好回到赛场呢 谢琪琪 你也太严厉了吧 你难道不知道拉夫之前的伤势情况吗 他可是膝盖扭伤啊 原本预计要休息3到6周的 他这模块回来 显然是想为球队做出贡献啊 即便表现不佳 但你不能否认他下半场带领球队缩小了分叉 28横线22 这可不是轻松能做到的 再说了 维京人这次可是运气好 抓住了拉夫的失误机会 但这并不能掩盖拉夫的潜力和实力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点像拉夫的粉丝团领袖了 但是 现实可不会给你这么多借口的机会 维京人的外线为卡木格鲁吉尔西尔那个拦截就是实力的体现 沙克格里芬也是毫不手软地抓住了拉夫的失误 三次拦截可不是偶然事件 这是拉夫的决策能力和临场应变的问题 你说的下半场缩小分叉 那不过是维京人已经放松了警惕 这还真不能证明什么 拉夫要想证明自己 得拿出更稳定 更强硬的表现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